我就一个要求你必须听我话 我一定听你话 恭喜 半年过去了 让我们看看李先生过得怎么样 李先生 李先生你这是干嘛 他让我走吗 咱们进去聊 能进去吗 现在啊 接完了 这么听话 太听话了 二位是有什么毛病吗 昨天我加班到半夜 他都不来接我 我没法接 为啥呀 加法第一条 晚上九点以后我要是敢出门 就别回来 那你倒是给我叫个扯呀 加法第八条 我兜里的钱不能超过五块 连起步驾都不够 这不叫啊 没法叫车 是俘了我妈呢 你妈得车乱的呗 现在打车不好打就等会儿 我不是让你开车去接她吗 我接她去了 你知道你妈这俩 回来拿多少行李工 那后座后备箱全放满了 她坐哪儿啊 那服驾驶坐不了人哪 大宝贝坐用坐 任何人不许坐 宝贝坐用 你妈怎么坐 哎你妈我来电话了 是不是车上打包扯呀 挂了 哎你干啥解呀 我咋解呀 以后不许和别的女的说话 记住吗 以后不许和别的女的说话 闺蜜来着往里喘 要这么热肥拿这个水去啊 嗯 不过这个 我最近减肥呢 跟你说话呢 让我跟女的说话呀 现在可以说吗 这个是元气森林可乐味气泡水 灵糖灵脂 灵卡 灵磷酸 灵脏五级 五个零 这配料表比我多有个感情 哎这个好多害我啊 限量我说完就可以了 没事手把握 你不会说人话不 闺蜜长掉了 我闺蜜全都会手把握 我最好看 听听这是什么话 大白吧 哎不是吧 钱钱不踩了 来进吧 进不了我 我只能在外面住了 没啥呀 标法第一条嘛 九点以后出门我就别回来了 现在我已经出门了 九点零一了 晚安 你也真心大心了 但我现在是不是可以出去上网了呢 哟哟啊